哈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收客老师巴恩超 我主要讲的是广告海报设计 那么在上节课呢,我们一起学习了电影海报的用途以及它的一个特点 那么在这儿课呢,我们主要来了解一下文艺晚会海报 以及这个体育海报的一些用途和它的特点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文艺晚会海报 它具备的一些特点 同样呢,它也是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呢,也是一个信息的传播 我们先不要管这张海报设计的感觉是一个什么样的 它包含了它所要表达的第一个主题 在这个位置上,庆祝国庆61周年 这是它的一个主题 那么副标呢,可能是它此次活动的一个名称 叫畅想国庆你我他和谐奥提幸福花 这是它的一个副表 然后呢,它有这样的一段软文在这个 第一个呢,是内容呢,大概第一个是去阐述一下 此次活动的一个畅想 下面呢,是它的一个隐性的一个邀请 在此次呢,它是有这个活动的时间 也具备了海报的这些特点 它有这个活动的时间,活动的地点,以及主办方 但是整个海报就这个配色来言呢 是很混乱的 而且它这个主题和副标题 排版也有一些问题 可能我需要彰显的地方呢 没有完全的彰显出来 这就是说我们刚开始接触海报的时候 你这个主次的关系 层级的关系不是划分的很清楚 所以你在排版上呢,也很乱 在这个构图上呢,也不是很合理 它是所有的元素随便呢 这样的堆积在一起 堆积起来的 很凌乱 上面呢,是这个很传统 很严肃的这些素材 那底下呢,又放上去这样呢 看上去很时尚,很年轻 很嗨的这种地图 很不搭配这个感觉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张 第二张呢,相对于第一张海报呢 要好一点 好一点在那呢 它的主题的这一部分呢 还是很显眼 青少年爱国魂 在这个位置 底下呢,它为了这个颜色 字的颜色能看清呢 它用了这个白色套了一个黑色的边 或者是投影 黑色的一个投影 来增强这个文字的阅读性 其实完全可以很简易 然后它呢,在这个时间地点的时候呢 也底下套了一层这个色块 然后彰显出来 底下的这些 彰显这些 这些节日气氛呢 这些图形呢 也都被 套到了底部 整体的 但是祥云很显然这个是多余的 因为它跟这个节日呢 也不是很相符 滑表呢 放在这也有点牵强 后期改一改 这个还是比要比上一个要好很多 那么来看最后一个 这也是一个文艺海报 它做出来的话 然后看上去 既简单又美观 具有一定的美感 而且之间用了一个创意 这样的一个乐幅 然后在我上面的这部分呢 我也可以代表 这是这是我的祖国中国 这样一个特点 火庆节十月一 颜色呢 用了这样一个渐变 向外扩散的这样一个渐变 该有的内容呢 我排列在下面 然后时间呢 地点呢 我依然是有的 这是图形代表了 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主题 设计的就非常好 这是文艺海报 它同时也就是具备 这一个信息传播 自己需求这边呢 可能是不像是电影海报那么强烈 因为它的受众群体 可能是更多的是一些群众 而是自主的 而且这个晚会呢 可能也不会收取太多的费用 甚至说是免费开放的 第三个审美作用呢 可能是 也是不是需求特别强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前两个这样海报的一个产生 当然我们希望做出来的东西呢 可能是像第三个海报这样的设计去靠拢 接下来我们看杂技演出海报 同样它在这个上面的时候 无论它怎么排版的海报所具备的 它都是一个主题时间地点 然后像是这个海报呢 可能跟电影海报很类似 它就是需要一个 演出的人的一个名单 在这个部分可能是演出的人的一个名单 那下面呢我可能有这个票价 然后以及这个演出的这个单位 这是杂技类的一些海报 那我会看这三张海报都是老师在这个摆途上街图出出出出现 他们这个设计的 设计的从不论从这个配色也好 从这个图形图片的筛选也好 以及这构图构图都很合理 我们也可以一目了然能知道这个活动的一些内容 活动的时间 但在排版上它有一定的技巧 它会在关键的位置上放上一些重要的信息 让我们去阅读 而且重点的一些东西呢 它会用颜色或者一些图形去框住它 让我们看到这张海报同时呢 也迅速的浏览出这样的一个信息 那么作为这个海报的信息传播来说呢 这一点它做的比较成功 另外呢它也是和这个电影海报有着同样的一个刺激需求 需要你去了解它 然后去观看它 然后它这个东西肯定是带有商业性的 同时呢它也是具有一定的审美作用 海报呢都设计的很漂亮 因为没看到这个演出的同时呢 我们需要对它去产生一些好奇心 这个它是有区别于这个上面的这种海报 就是文艺晚会像文艺演出这样的海报 它需要具备一定的艺术性 当然我们看深蓝色的这个颜色 搭配上黄色的这样的一个字体 黄色本身是很显眼的一个字体 我们学色彩的时候也知道 绿色呢也很特殊 如果它其他的颜色 暖色比较多的话 那么绿色可能呈现的就是一个暖色 它是一个 中性色 这是打击演出海报的一个特点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体育赛事的一些海报 体育赛事的一些海报呢 这几年设计的也非常的好 这一个是一个全级 竞技类的一个海报 然后呢它对这个人物呢 构图呢 看上去更有点那种电影海报的一种感觉 也做了 肤色呢也做了一个特殊的处理 在这呢有这个国籍 然后赛制 以及比赛的一个时间 比赛的一个时间月份 承办的一些转播的一些 或者说直播的一些媒体 在这 参赛的选手的一些信息 攻击击重 下面呢 这个是一个滑冰的 再也是用了一些创意 这冰花 然后构成了这双冰鞋 颜色呢 也采用这个冷色调 这个海报设计的 不一定说是你设计的 复杂的话 然后我们就看上去 寒板 实际上呢 你合理的去拍板 然后 自己大小进行一个对比 进行一个突出 那么你设计出来的海报呢 更具有这个美感 而且更有利于你传达 重要的一些信息 有助有次 我们去观看的时候 也会看得很清楚 很简单 这是一张篮球的一个海报 这个特效呢 我们在后期的课程中呢 也会给大家介绍 也不是很难 这样的一个特效 例子这样的一个特效 那么看完了这三种海报呢 我们就知道 它们实际上呢 也是存在这个三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信息的传播 第二个呢 是自己需求 第三个是审美的作用 只不过是我们应用在不同的一个行业内 不同的一个内容上面呢 我们可能这三点呢 它的强度是不同的 这是这三个海报的一个特点 那么下一个课呢 我们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学术报告类的海报 它的用途 以及它的一些特点 那么这两个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同学们的收听 我们下期课再见